第四十八篇,一二到一八千。 我的朋友,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讯会, 测听我口中的话, 不要开谋说语语,不要说出古诗的语语。 是我们所听见,所知道的, 也是我们的主张告诉我们的。 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讲述隐瞒, 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, 并他奇妙的佛名,诉说给后代听。 因为他在两个中立法, 在以色列中设立法, 是他恳复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。 使这样生了后代子孙可以晓得, 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事情。 讨叫他们仰望神, 不问及神的作为, 围绕守祂的命令, 不要向他们的始终, 是王的悲逆, 居心不诚自卑, 向着神心不诚实。 这个自律在这群生命令, 这是上帝的保余。 是给上帝的圣灵, 阿里联合, 阿�.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